��ей 認識你到現在也七八年了 然後看你這樣 找到一個這麽疼你的人 然後還為你準備 就是求婚啊 很替你覺得開心 那你要一直幸福喔 其實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 就像姐妹一樣 然后我想跟你说 我家就是你第二个娘家 所以如果你头遇到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来找我 然后一定要幸福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呼呼呼 戒指我已经准备好给你了 希望在未来的每一天 我可以陪在你身边 好好的爱护你 照顾你 虽然我真的 体系不好 又 又很会苦耐烦 让你生气 可是 希望你可以这样包容我 体谅我 你愿意嫁给我吗 彭品佳 我愿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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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 在未来的每一天 我为你准备了一个东西 这东西 是我对你的爱情宣言 不管你以后有什么要求 只要我能做得到 办得到 我努力 我的全心全力 去完成它 来 我现在把这个爱情守则 跟合约交给你 等我一下 这边 上面 随便你写 只要我办得到的 我通通都给你 我没有想到今天会求婚 就是我还一直跟他说 就是 为什么我都没有求婚之类的 他还会我就是到天后才求婚 然后就觉得很生气 来跟他爸吵架 我就说我都看不到你的用心之类的 然后结果他居然就是有做这些 就是感动 每次我就讲 就破一些梗给他 其实都是在生梗 可是他后面就生气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还好有惊无险 知道是这么的成功 知道你哭得这么细地 发到这么开心 好啦 谢谢你啦 感动啦 耶